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起聪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新闻 这新闻呢 据说呢 昨天有一个女士 她在一个 基隆坡的LRT上 遇到了变态老 然后这个变态老呢 在她面前向她录宝 然后呢 这个女士有拍下了照片 然后还拿去了警察局报警 然后结果警察局 却回应她一句 她没有动到你 我们不能抓她 我在想 啊什么情况啊 这样明显的公开猥亵 警察竟然说 没有动到你 不可以抓她 我马上我就想到了一个 不久前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呢 大家还记得在 柔南呢 曾经有一两非常 出名的红色阿西亚嘛 里面有一个Sucket 案情我就不需要再仔细的形容啦 OK 那是就是一个一堆小情侣 在一个公开场合的车里面 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个事情呢 就被放上了网 然后闹到很大事件 结果呢 警察还真的是有出动去抓这一对小情侣 而且还用这个377D条文 公开猥亵罪 来控告这一对小情侣 我在想 OK 现在呢 我们这个新闻的主角 就是这一位女士 在这个清怪帖上 遇到了变态老公开入宝 警察说没有动到他 不可以抓他 这样我想请问你了 像我刚才说的那个Case 就是那一对小情侣 在自己的车里面 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然后 他又动到了水 他没有动到任何的人啊 然后呢 他也要被告上这个377D条文 公开猥亵 所以说不过去吧 你把两个Case比较一下 一个是在车里面 根本不用想动到任何人 一个很摆明的公开猥亵 对着一个女性恶意入宝 所以两者相比之下 一个可以抓 一个不可以抓 我都杀掉了 我虽然不是法律的专业 但是我们以一个 常人的角度来看待 哪一个是有犯罪性的 哪一个是没有犯罪性的 很明显的吧 OK 所以老实说 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了 这种在LOT上的公开入宝 公开违宪 既然说没有动到人就不可以抓 这个我真的是不可以理解了 如果你说没有动到就不可以抓 这样请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们要抓那对小情侣呢 那对小情侣在车里面 根本不可能有动到任何人 是你们多事跑去前面看吧 好吗 OK 所以啦 今天这起案件呢 虽然不是什么大新闻 但是呢 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看法 就是 第一就是 警方处理类似事件的态度 可以这样吗 不可以吧 OK 你说人们跑到你警察去报案 有照片违证 公开入宝 在LOT里面还不叫公开入宝 还不叫公开违宪 没有动到就不算 而且在哪那一堆 小情侣的案件来比较一下 很明显的是双重标准吧 是不是 OK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有关当局呢 不管是内政部也好 还是警察方面也好呢 应该要好好的检讨一下 这一方面的操作了 OK 到底是不是存在了我所说的双重标准 这是第一点 然后呢 到底是不是存在了 什么叫做 没有动到人就不可以抓 什么叫做公开猥胁 公开入宝不算公开猥胁 我觉得警方要好好的解释 这样的东西 老实说 如果今天警方对于类似的事件 是姑息养奸的话 OK 从此就可以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给接下来的那些罪犯们 接下来等于什么 全马来西亚的那些变态老 可以任意妄为的公开入宝 只要没有动到人就没有罪 对啊 所以想想都觉得可怕 是不是 所以不可以这样嘛 OK 第一你会助长了这些歪风 第二呢 你要让多少我们这种良好市民心寒 是不是 我们去警察去报案 到底还有效没有效啊 OK 所以呢 我是觉得呢 这一件事情呢 如果警方没有好好的处理的话呢 接下来呢 这个警方的形象呢 将会大打折扣 然后马来西亚的治安呢 也真的是令人担忧啊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就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